射箭 这样拉开是力量就可以的 千万别放手啊 一擦手的话力量直接通过这个弓弦 就反到这两个空线上 空线有可能会爆开 它只要爆开可能伤到你的脸子眼睛 然后可以千万别回放 然后上一个上了剑以后 剑腰是冰箭的 这个是有叉叉味的 如果还可以跟你的家朋友们 就特别加了 就可以帮着她一点 帮忙帮忙帮忙 好难哦 你越放你的前手越晃啊 刚才我说的果断饭 所以要果断饭 就不能够那么久 这里有点抽筋 哦 现在挺累的 主要是因为我刚刚聊不准 然后就那边看了好久 好 那再一次 哦 有进一点点 有进步 有进步 哎 远一点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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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拉开一层 对 呦 呦 你这样也别玩一手 我就没有超越黑色过 好 有脸 等一下 再再休息一下 这个好重啊 鼻尖是全脸的遇到脸 它是往前走的 都会反过来 我的手脸是这样 但是起来是倒不一点的 但是一个是 焯烤了温柱 然后 脱把 脱把了吧 摄了这么多把 终于摄了一把红的 这一点已经瘦了 是想来偷偷学一把 然后可以过头练习 一说有一个bug 就是一开始我啥也不懂的时候 我是手拉成这样弓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拉 应该是用错力了 然后拉到我觉得最开 他跟我说 不管它再开一点 然后位置错了再对一点 眼睛这里看错了再对一点 就定在这个位置 然后各种桥 然后放了之后 抽筋 立马抽筋 就是小教练一定要 在都还没有拿到东西之前 先把你教好 而且最好是 他可以上手演示一次给你看 这样你比较get到那点 直接上手告诉你 你那个线最多也都到你鼻尖 所以你不用怕 让你拿着 那些白 carne 看来 对 好 对 对 对